而在慈激醫療置業脊髓損傷醫療重建中心的記者會當中 特別邀請到5位30年以上的資深商友 還有最近幾年受傷的年輕商友 來分享他們從受傷的低潮治療 以及走出來的心路歷程 也有商友和慈激醫院一起設計開發及管家APP 期盼透過重建中心可以幫助更多商友 接受良好的醫療照護 慈激脊損傷重建中心的成立 是期待能讓脊髓損傷病友的生活更方便 生理機能更好 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更希望在心理重建上 給商友更多經濟、社會和心靈的關懷 記者會上也邀請5位30年以上的資深商友 也有近幾年受傷的年輕商友 分享從受傷的低潮治療以及走出來的心路歷程 我相信我倒下去的那一天 有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我的世界是不是整個都倒了 但是這個觀念真的是不對的 因為還有家人 家人有的時候比我們還要堅強 我的太太 帶我倒下去的她 她先跟我說 她說 我沒有那個時間 可以去流眼淚 因為她必須要撐起 去守護我的家庭之外 她還要幫我去安排後續的一個醫療系計劃 我們楊青任的先生 她幫我們建立的這個疾管加APP 更是希望每一個商友能夠推廣 因為她可以提醒大家 你的身體狀況是屬於高危險群 中度危險群或是低危險群 不論你是哪一種你都要定期去找你的醫生 究竟找哪個醫生APP會告訴你 如果你有急症晚上發生什麼狀況 導尿管道罰不出來 你也可以透過你的疾管家的電話 馬上跟我們個管師聯絡上 我們可以就近幫你找到醫生 幫你解決 所以不管是長期 中期 短期 各種各樣的 我們都希望說能夠利用這個重建中心的資源 好好的來把它做好 做滿 讓台灣我們這個社會 充滿了溫馨 充滿了安全 充滿了健康的肌肉損傷等 而且大家可以勇敢的走出來 比如說我要來看醫生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他 透過疾管家來幫我們說 協調我們看醫生的情形 如果是說我想看兩科的話 他就可以幫我們協調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就馬上就去看醫生這樣子 只要有商友走不出來 就表示社會對他們的關懷還是不夠溫暖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目標 重建中心推動小組召集人郭漢蟲表示 與商友陽青人協助開發的疾管家手機APP 可登陸商友個人狀況 線上諮詢個案管理師 急診需求也可聯繫各管師就近安排看診 期盼攜手為商友打造一個安全有善的醫療環境 記者長方燕 華林氏報導